2-4这部分我们稍微补充一下 一个深刻的物理概念 那当然也是跟相对运动有关的 如果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 对之后的物理的理解是有帮助 只是讲义好像没有写出来 那课本是有稍微提到 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翻课本 课本是写得不错 好那我们开始介绍这个补充资料 现在有一个情况是 一个汪洋大海 在大海上有三艘船 上面分别有ABC三个人 那首先呢 我们如果是从C看出去 就是我们如果站在C船上 那跟着这个C这一位先生或小姐 那去看这个A船和B船 那假如我们现在看到的A船的速度呢 是向右的10每秒10公尺 而B船的速度呢 是向左的每秒5公尺 好那这个是从C船观察到的结果 那结果呢如果我们跳到了B船上 从B船来看同样另外两艘船的运动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个A和B是相向而行的 是相向而行的 所以我们站在B上看A A的速度应该会比10还要快 因为本来我们从C去看A是速度为10 C去看B速度为5 那他们是相向而行 那所以这就只能请各位想象一下 那如果你跟着这个B一起看A的话 你看到的A的速度应该会是15 这是相对运动的概念嘛 然后呢你看到的C的话速度应该会是5 但是这时候是向右 5向右 C从C看B是速度每秒5公尺向左 但是从反过来从B看C 那就是应该是速度每秒5公尺向右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跳到A船上 从A船来看B和C 从A船来看B和C的运动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刚刚从B看A是15 那现在应该从A看B速度也应该要是15 就是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我我看你的那个快慢应该要一样 只是方向相反对不对 然后呢刚刚一开始 一开始从C看A 是速度为10向右 那现在从A看C的话 应该是速度为10 但是是向左对不对 应该是变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 同学到这边你还可以顺利的想象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到底哪一个情况才是真实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以为我们跟着C一起动 我们以为说C是停止的状态 因为我们看到C 我们在C船上 那C船的这个先生或小姐 他相对于我们的速度是0 那我们可能就以为说 我是在一台静止的C船上 可是我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直接 类比直接 应用到B和A的情况 如果我在B船上 我可能也会以为B船是静止的 那如果我是在A船上 我可能也会以为说A船是静止的 那到底哪一个情况才是真的呢 那其实呢 从这样的讨论下来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说 到底自己在的那艘船是有在动还是没在动 如果说自己所在的那艘船是有在动的 那可能就是别艘船是没有在动 对不对 假如说我在这个C船 然后我想说我这个C船好像也是有在动 那可能就是B船没有在动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人 这个人紫色的 紫色不明显换个颜色 假如说这个绿色的人 他在C船 是蓝色 蓝色的人在C 绿色 还是蓝色 是蓝色 他在C船上 那他如果知道说 C船的速度是每秒5公尺 那可能B船速度是0 然后A船速度是15 那或者说 可是他也有可能是 这个 也有可能是C船真的速度是0 那这时候A船速度就是10 B船速度是5 那他要怎么知道说自己到底有没有在动呢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就看这个船有没有在开啊 那可是你在这个大海上 你在这个汪洋大海上 那到底说船是有在动还没在动 其实很难分辨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 三个情况呢 其实都是平等的 那所有的速度 我们在描述任何物体的速度呢 其实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速度 比如说 你可能会说 那这个 我如果旁边有陆地 我如果旁边有陆地 那我看着陆地 我相对于这个地球 相对于陆地 我在移动 那我就知道我在动啊 可是地球真的是没有在动的吗 地球其实它是不是在转 如果你从外太空来看地球 地球的陆地又是有在动的 所以到底 有没有一个绝对禁止的参考点 其实是没有的 所有的运动 所有的速度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速度 好 那我们先介绍到这边